相信以后没有人敢在银行存钱了 工商银行这个事你们都知道了吗 广西南陵工商分行的一个银行高管 转走了28个储户的存款 共计2.5个亿 现在呢人被抓起来了 但是仍然有1.2亿至今下落不明 银行给出的结果是 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跟银行没有关系 那么法院判决银行也是没有赔付责任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 一个高管进去了被判无期徒刑 一个是银行没有赔付责任 那这1.2亿到底应该谁出呢 那百姓自己判骂 我也就特别纳闷 这个银行高管究竟有什么样的通天本领 能够转走2.5个亿 银行是毫不知晓丝毫没有察觉 还有你说跟银行没有关系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 就好比如说我家喂了一条狗 出门大的时候呢 把人给咬伤咬死了 现在呢能把这条狗抓到了 想怎么处置随便你们 但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照这个逻辑 那么以后我们的贷款 是不是通通都不用还了 因为我们的贷款是 银行员工给我们办理的 而不是银行办理的 那同意我观点的朋友 点赞 托引 字幕 李宗盛